深挖底单资讯从不胡说八道 大家好 我是胡说 目前CBA新赛季的一些规则制度 已经是正式的公开了 但很明显 姚明的鸭绍决定是有些迟缓了 各支球队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则 也是非常的束手无策 尤其是在外援方面 在此前的休赛期里 CBA经大会商讨后决定 新赛季可能会取消外援制度 所以各支球队在引员方面格外小心 都不敢轻易的签约任何外援 CBA规则迟缓公布的直接结果 就是导致了很多球队会在开赛后 采用全滑板的阵型进行比赛 其中就包含了上个赛季 几只夺冠的热门球队 广东队的随队记者关心 已经是向外界爆料 由于两大外援马尚布鲁克斯 和威姆斯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阶段 广东队将采用全滑板阵容进行比赛 就在广东刚刚宣布全滑板出战后 新疆队也被爆出 新赛季将采用全滑板的阵容 如果最终此消息被证实的话 那么新疆队在新的赛季 恐怕会沦为中下游的球队 除了这两支球队外 辽宁和浙江应该也会在第一阶段 采用一个全滑板的阵容 全滑板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因为上赛季他们在全滑板作战的情况下 还能够击败未免冠军广东队 在面对众多球队全滑板阵容的情况下 浙江南篮或许也会成为新赛季的一匹大黑马 但辽宁队跟着广东一起全滑板的话 这个做法恐怕是真的是走错了一步棋子了 首先广东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影响是并不大的 因为杜丰的执教理念为团队篮球 广东队上赛季在单外援的条件下 依然是能够打出理想的成绩 更何况威姆斯和马尚布鲁克斯 已经与球队合作多年 默契程度可想而知 即使是不能够立刻的归队 但无论何时回来 都是能够减去不断磨合的这个过程 但辽宁队不一样 如果后面想签约外援的话 必须要让球队和外援进行磨合 才能产生化学反应 众多球队采用全滑板阵型的情况下 受损恐怕就是前来CBA捞金的外援们了 当然凡是皆有两面性 缺少了外援后的CBA联赛 如果意外的提高了本土球员的实力的话 这么这也将会是一大收获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